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年的食品吧 那我们首先台南这个 一个人到底一天应该多少卡路里是需要的 其他都是多余的 大概多少 大概一般男性的话 一天就需要大概2200的卡路里 女性的话我们只能 我们的卡路里就只能吃1800卡路里 2200 1800 这个是成年还是跟年龄什么有关系吗 是成年 它跟我们怎么样算这个卡路里 是大概用新加坡人男性和女性 平均的体重和运动量来算出来的 所以一个大概 一个大概 如果你是一个整天都是在办公室里面坐着的员工 比起一个在外面 时常走动跑动的员工 你的卡路里需求量就会比较低 对 这个还要讲 如果一天不大动的 稍微要控制一点 平均2200 那么一个人这里吃一餐 是吧 接下来一餐不吃 会有什么影响吗 这个习惯其实不太理想 我们都懂 当我们肚子饿的时候 我们平常都 下一餐做的那个选择就比较不理想 通常也会过度去吃 对 吃过度 我觉得很多女生特别有体会 有的时候可能一餐稍微控制一点 你下一餐完了完全就失控了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这个1800 2200 请问我们现在在桌上看到这个 每一盘又各自有多少的卡路里呢 我们请爱玲介绍一下 我们的传统糕点美食 通常都非常的高卡路里 比如一片一块的那个肉干 就是大概370卡路里 一片370 370不应该一餐吗 这不是 这一片大概不到十秒钟就吃完了 你知道吗 所以卡路里就一天2200 这样的也就 就几片啊 对啊 就没了 五六片 最多 如果你吃两片的话 就可能等于你吃一盘鸡饭 或者一碗面的那个分量 分量 所以我吃完饭之后 再吃个肉干当典型 但是就吃两盘饭 天啊 对 对 是 我们看到黄梨塔 这个最香的一盘 黄梨塔 大概三 三个黄梨塔是大概250卡路里 三个而已 三个250卡路里 刚才朋友讲 跑步跑250要跑半小时 才能消耗掉 吃三粒这个 像一般上一般朋友过年 一开一高兴大家一聊天 一盒就吃完 对啊 跑到没气了都没消耗完 对这个一定要了解一下 蛋卷的 蛋卷的还好吧 蛋卷比较低 但是吃三个蛋卷 就也是大概170个卡路里 要跑步就要跑20分钟 还是蛮高 所以我们刚刚讲这个心情 还是很重要的 我意思不是说什么都不吃 我们的问题是要挑对东西吃 要控制 挑对就在于这个购买的时候 就要对 我们购买食材 要注意些什么 才能健康 购买食材的时候要注意 可以说买那个 有那个健康标签的 应在 叫健康选择的那种标签 我们看得到吗 健康标签 健康标签没有在 它是一个 健康标签是个什么样子 三角标签 在这里 我们看到 这个叫健康标签 是 其实我蛮早在超市有看到 因为有时候人会不注意进去看 就不晓得这是 我以为是新产品 我以为促销标签 因为很容易看熟人就没管它 它是一个 就是我们以前讲的 所谓健康金字塔 这好像是一般的饮料上面 都会常看得到 主要在哪些食物上 通常 面包 面包 水 健康食品就有健康标签 其实什么食物的 那个 category 都会有一个较健康 因为它是个较健康 比较健康 同等类型的食物里面相对比较 对 比如说食跟鱼 鱼类或者肉类 它会有什么 通常是有包装的一些产品 所以它是一个跟同类属性的产品里面 比较好的那一个 但是不代表这就是最好的选择 对 好像说选择肉 就是瘦肉 对 去皮的比较 牛奶的话就是低脂牛奶 低脂牛奶 对 骨类食物这方面 骨类它就代表说比较有高 就是有五股 五股全脉的就会有这个标签 前天爱玲 我们过年这个不吃是不现实的 对吗 怎么相对来说吃的健康一点 有没有什么方法 过年的时候大家都要享受 其实重点是不要去约束自己 这个重点好 这个我喜欢 首先不要约束自己的专家讲 对对对 然后对 刚才我们也提到说 一个女性1800 男性2200 不要约束自己 但是要吃的 快乐一点 要不要超过这个 这个范围 还有重点是你要有平衡 所以比如你吃的 都可能过年期间 你可能吃多一点美食 那你的运动量就要平衡 要消耗多一点那个卡路易 这样的重点就是要懂得 要平衡你的卡路易 所以你会建议大家 真的是边吃边算吗 我觉得最重要 最好是你先了解你最喜欢的 现在还有一点时间 对 先计划一下 先了解说美食 你喜欢的那些糕点 卡路易是多少 然后你就可以大概懂 如果你要吃多一点糕点 可能饮料方面的话 就选择比较较健康的饮料 因为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饮料其实可能你喝两罐汽水 就已经是300卡路易 所以如果你选择那些无糖的 或者较少糖的饮料的话 你就可以在那里省了一点卡路易 吃的方面就可以享受 所以要用在重要的东西上面 还有是人体对食物的 这个饱足感的反应 是比较长的是吗 有20分钟 需要个时间来反应过来 所以吃东西就吃得比较 吃得慢一点会比较好 20分钟给你脑会 感受到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 如果你吃很快 实际上你已经多了 可是身体大脑还没有感受到 对 所以慢慢来 要20分钟之后 他再告诉你多了 你已经来不及了 现在告诉大家一个讯息 还来得及 就是原来吃的健康还能饮讲 这个可就重要了 是吗 怎么讲 刚才我们谈到说 饮料方面要做好的选择 现在我们新加坡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3月15号 我们有这个叫做 配对成双银聚奖的一个活动 如果你在参与这个活动的那些 咖啡店或者卖饮料的那些 伙伴的餐店里面买一杯 无糖或者较健康的饮料 或者有标签的那些饮料 他就会给你一个卡片 OK 看一下这个卡片 什么模样 对 大家看一看 所以是这样这样子 这个各一个杯子 但是上面是 大概是有一半的图案 所以我是要对上另外一半吗 对 所以你要买多一杯来配对 OK 就是这两张要刚好一样的 对 两张一样的就可以了 对 那可以 配对成功的话 就会赢得 一个机会是吧 一个机会 可以赢取大概5000块 5000块的现金或纸产品 所以又健康又能赢奖 对 这个很值得鼓励 所以大概有多少个商家 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 全岛会有大概1200的 店 有 有 参加这样的活动 大家可以做个有心 这个相当有意思的 吃得健康 喝得健康 同时还可以影响 那如果说大家真的是 比较难腾出时间来运动的话 平常真的多走动走动 总是比坐在办公室里面好 谢谢 欢迎大家到 《诗诚有约》 没不忘意留言 您也可以浏览 八频道新闻 及时事节目网站 您可以成为我们的节目内容 再次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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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